好 农委会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他当然应该要解释清楚这苏家权防射的问题 好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家权最近这农舍风波不断 其实他之前已经说了他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 如果农委会要他拆要罚的话他完全接受 他今天再度清上火线 他说他的农舍是合乎规定的 不过虽然党中又有人放炮 认为这是社会观感不是法律问题 那么呼吁苏家权应该要自己拆掉 不过今天苏家权还有他的太太全部都再次说明 他们说农委会已经要求再办一次会刊 会刊结果要罚要拆 他们夫妻俩不完全配合 苏家权太太洪恒猪一出现在镜头前 跟媒体大玩躲猫猫 他觉得说农舍应该把它拆掉那怎么回应呢 一路追逐进到小鹰的造势会场 洪恒猪硬是不谈农舍争议 还有人用讲义用肉身帮忙挡架 咬不过媒体从场外问到场内洪恒猪终于上火线 其实这个也不是违法 只是违规使用的话 那再给我们会看一次 针对信教是针对我们的话 那我们愿意乐意去改进 很会看结果 是改善 是处罚 还是拆掉 我都会全力配合 两夫妻分隔两地都再次捍卫立场 但就算已经有对策 整整一个多礼拜 苏家权农舍争议成了2012主战场 党内中职委有意见 相对于马金体制的一个无能 民进党会有标准更高的道德标准 来让民众对民党重返执政 有所期待 所以虽然对苏家权命书长 比较委屈一点 但欣欣加配选情受到冲击 洪志坤还在脸书上说 农舍事件是政治 不是法律 是危机处理 是社会观感 不是个人权益 做出果断 而让国民党意料之外的决定 才可以有效反制政敌的继续追杀 洪志坤也说 就让那一座农舍像金格四一样 在火焰中消失吧 因为它实在太美了 我们的副总统参选 他已经表明了很多 很清楚的立场 我们也不需要再多做解释 主帅七苗淡血 只判农舍风暴 就此打住2012回归政策 工房站 三地新闻